本土疫情看到今天再爆出了9例個案 而且疫情之火 隨著大同電子工廠傳出了確診 還燒進了桃園市政府 市場鄭文燦緊急安排整棟大樓員工進行快篩 而整個大同電子工廠 257位員工也要同時來採檢 另外遠雄自茂港區的雅旭電子廠 也在新三四例確診 大同公司 那麼兩位員工確診 一位是派駐在市政府 那麼資訊中心的機房的駐點人員 桃園疫情稍不停 現在連桃園市政府也成了狂烈足跡 市府大樓以及中和會議中心 進行全面的採檢 9樓的機房所在地 108位同仁都做了快篩 都是陰性 包括同機房的人員 市場這邊總共有21位被列為是密切接觸者 那他們的感染源目前還在調查當中 市府大樓慘遭病毒魔爪市長正文燦繃緊神經 活速展開第一輪疫調裁件 所信全數包括市長本人都是隱性 另外一邊雅旭電子廠也有新的案例出現 雅旭的部分又驗出四位 不過這四位都是在隔離中 機檢所裡面隔離 然後被驗出來也是陰轉陽的部分 整體來講是稍微在收斂中 然後是也逐步的在復工 那雅旭仍然是我們高度 關懷的一個地點 有新增確診者就有新足跡出現 這位腳步遍布桃園八個行政區 除了銀行百貨抽商 還有備受關注的巴德區自營美甲店 人來人往的新人花園夜市 台灣麻將協會巴德峰會也被匡列 秋派狡猾病毒趁著年假侵害桃園 市府年節期間防疫不打烊 開設八個裁檢站以及兩處疫苗接種站 努力抗疫努力往清零邁進 記者王小華 黃遠心 桃園 採訪報導